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你就是那位担当我们重担的神 因为你自己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谢谢主的恩典 你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两个礼拜前 我去医院探访一对我们教会的夫妻 那这是一对已经在我们教会聚会好一段时间的夫妻 他们是一整个家庭都在我们教会 他们原先经营一个公司 本来都很好 也很有利润 也赚了不少钱 但在台湾经济的这个波动之下 他们就受到了影响 然后产生了很大的财务上的危机 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忙得不得了 希望能够有很妥善的处理有关于财务上面的问题 正当他们伤脑筋的时候 我们这位弟兄就是这个丈夫 突然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 就赶快密集做了检查 就发现是大肠癌 是大肠癌 他们马上开刀 开刀完了以后立刻接受化学治疗 就在这样子经济身体双重的压力之下 家庭生活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以后教会祷告会就知道了 教会祷告会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 当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向神仰望的时候 就传来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姐妹的爸爸 我们这个姐妹的爸爸 就是那个太太的爸爸 就证实了 他原先已经以为那个肺癌已经控制的 就复发而且移转 那天我到医院去陪他们 跟他们有点交通 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聊了许多的事情 可是我相信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要问 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要问 我想不仅是他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 包括我在内都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连续有几个不幸的事情 临到他们呢 难道我们的俗语说 这个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 是这样子吗 今天我们要来看患难的问题 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提到 有关患难方面的经文 我们要一起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到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到十一节 我来念双数节 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节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雅西亚 遭遇苦难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第十节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好几个患难 第四节 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以后说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 是叫你们得安慰 第八节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雅西亚遭遇苦难 这边保罗及到他们受患难 保罗自己受患难 保罗这一群人 这一伙人受患难 又说在一切的患难当中 又说遭各样的患难 可见从保罗的这一段的论述里面 诉说里面 可见每一个人都遭受患难的 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患难 第八节 我们看到有时候患难还很大 保罗说我被压太重 力不能生 中文就把这个患难呢 就翻成苦难 其实患难在这边翻成苦难 是同一个字 这里一共有三个患难 其实生命的必然 就是经历患难 那请你写下来 第一点 其实生命的必然 就是经历患难 的确我们的人生 有一些是个别的 有一些是别人没有的经验 这些经验只有我们有 别人没有 但是有一些是共通的 有一些是每一个人 都一定会有的 什么事情是每一个人 一定会有呢 就是患难 就是患难 没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不经历患难的 没有 没有人在一生当中 不经历患难的 可能有的人多一点点 可能有人少一些 可是每一个人都经历患难 如果你说 哦有人没有经历患难 有 那就是刚出生 没有多久 就夭折的婴儿 他没遭受过患难 他没有经历过患难 或者我们说 他没有感觉那件事情 临到他 是他的患难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他的家人 他的父母 他的家庭 就遭受了天大的患难 所以没有人不遭受患难的 在这边 圣经提到的患难 到底患难是什么呢 我们要问到底患难是什么 保罗为什么说 有这么多的患难呢 患难就是 临到每一个人 外在的不顺利 患难就是临到每一个人 外在的不顺利 比如说天灾 是一个患难 人祸是一个患难 意外是一个患难 不幸 是一个患难 天灾人祸 我们很容易了解 因为到处都有天灾 到处都有人祸 到处都有人祸 古代有天灾 古代有人祸 现在有天灾 现在也有人祸 台湾有天灾 也有人祸 任何国家都有天灾 都有人祸 那么意外是什么呢 意外是指意料之外 不是人为的错误 所造成的事情 最近有好几件毕业旅行 发生的车祸 死伤惨重 死伤惨重 这几件车祸 有一些是人为的疏失 我们可以把它归在人祸里面 可是也有的是意外 就是说没有想到 那个人也尽了 善良管理人的责任 那个司机 可是就发生车祸了 那这些意外 这些人祸 这些车祸 都带给人许许多多的患难 也带给许多人痛苦 有些事情 我们又不能说是天灾人祸 我们又不把它归在意外里面 比如说你得了不治之急 比如说 我有先天的缺陷 我们叫做不幸 我们叫做不幸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三十年 五十年 八十年 一百年的人生当中 没有这些患难 没有这些苦难的 没有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有人问说 说为什么 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婴孩一出生的时候 一定会哭呢 医生告诉我们 那是因为他要呼吸 他一哭 他能够哭出来 是因为他要呼吸的 他如果没有呼吸 他不会哭的 因为第一口气 他要吸进去 他才会吐气 人第一口要吸气 人最后一口是吐气 人第一口是吸气 人最后一口是吐气 所以每一个过世的人都是 没有过世的人是 可是每一个出生的孩子 都先吸气的 所以如果你问医生说 是为什么孩子要哭呢 因为他还要呼吸 可是哲学家会告诉我们 文学家这些比较负责理 感性的人会告诉我们 他们哭是因为他们要开始进入人生了 孩子要进入人生了 他开始要经历苦难了 所以他哭 我们同意医生所说的 我们更同意这些哲学家 文学家所感受到的 这些哲学家文学家不知道 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科学的根据 可是他们看出 他们更准确的说出 我们人生的无奈 我们人生的无奈 最原始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 很早就 把人生归纳成四个字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这哪四个字啊 生老病死 你实在不能不说 这个释迦牟尼是一个大智大会的人 从以前到现在 你再也不能找到像他这样子的人 他怎么样的人 他可以用四个字把人生就描写完了 生老病死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就这样子 生老病死 他不说有人没有钱很可怜 因为有的人很有钱 对不对 而且很有钱的人 比没有钱的人可能更可怜 是不是 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 有的人有名很辛苦 我告诉你 有名真的很辛苦 默默无闻 未必不是好事 他说人生是四个字 生老病死 哎呀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人生 特别是你年纪月长 你真的发现 人归纳起来就这四个字吗 还有什么超过这四个字的 不是生老病死 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啊 如果再简化一点点 释迦牟尼又把它简化了 就一个字 他说什么 叫什么字 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四个字简化起来 一个字叫什么字 苦 苦 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佛学整个的重心 都在这个字上面 就是苦 就是苦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得不承认 患难好像 不是有规则的 来临到我们 我们知道 有些麻烦临到我们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那那个我们没有办法 比如我们无限扩张信用 就是很多这种人啊 无限扩张信用 你就会 你就会患难 因为你会有财务上的困难 如果我们口无遮拦 你就会发现 我们祸从口出 那如果 我们暴饮暴食 不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 迟早我们就自讨苦吃 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这些苦难 这些患难 这些不幸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归纳出 为什么有些患难 会临到某些人 有些同样的状况 患难不临到那些人呢 前不久不是 有一车毕业旅行 有没有 34个人在一车里面 发生车祸 结果三个死亡 大部分人轻重伤 也有人毫发未损的 一辆车子撞上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状况一样啊 状况一样啊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我们实在是要帮我归纳 为什么这样 虽然我们知道 炎症就是癌症 它的整个状况 跟基因有关系的 其实癌症跟基因 有某种程度的观念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判断说 有相同基因的人 比如双胞胎 为什么有一个人发病了 另外一个却没有发病呢 你问医生 他们也不知道 基因都一样啊 为什么这样呢 所以患难 包括天灾人祸意外不幸 在不同的时间 临到不同的人 就造成我们那很大的困扰 历世历代的人都在思想 到底患难对人有什么意义呢 对人有什么意义呢 人要想这个问题 因为患难是不规则领导人的 患难不是有意的领导人的 患难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有患难的 那如果你自作自受 那是我们自讨苦思吗 可是同样的患难 领导不同的人 不同的患难 就领导同一个人 然后到底规则是什么呢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我们都很会悖嘛 以前我们每次碰到患难 我们就悖 悖说什么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只要安慰用语 你听得懂吗 你受患难了嘛 你只要找到安慰 说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苦其心智 劳其精苦 恶其底夫 恐乏其身 哎呀 我会造成这么大的患难 是因为老天眷顾我 我们这样讲啊 也有人认为只有经历患难的人 才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 这些都是解释苦难带给人的好处 这些都是解释 他并不解答 并不解答 他只是解释苦难带给我们好处 并不解答为什么会有患难 其实经历患难 是每一个人的必然 是人生的必然 这里说生命的必然 就是经历患难 是每一个人的历程 每一个人的经验 第二 第二 在这段圣经的五到七节当中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跟患难 成双成对的双胞胎朋友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苦楚 那就是苦楚 请我们读五到七节 我们来看这里有三个苦楚 我们来看五到七节 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五到七节 预备 请 我们既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的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你们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第二个我们所要讲的事情是 患难的结果是什么 患难的结果就是承受苦楚 请你写下来 承受苦楚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很清楚的提到另外一个词 叫做苦楚 苦楚跟患难 并不是在翻译当中 为了要词漂亮 而翻译出来的不同的词 不是 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患难是患难 苦楚是苦楚 患难跟苦楚有不同的意义 什么是苦楚呢 苦楚就是人心内在对患难的反应 人心内在对患难的反应 患难是我们遭遇外在的不幸 这个外在的状况 而苦楚是我们这些 因患难所引发的内心的痛苦 简单来说 患难是客观外在的刺激 而苦楚是内心主观的感受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两个双胞胎 双胞胎 患难跟苦楚理论上共生 什么叫共生呢 就是有患难你就有苦楚 那你患难大 你苦楚就大 没有患难 哪里有苦楚呢 而且患难跟苦楚 理论上应该成正比 就是患难大 苦楚就大 患难小 苦楚就小 所以苦楚是反应患难的 但实际上我们发觉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患难临到人因人而已 但是同样的患难 临到不同的人 却带给不同的人的苦楚 却不一定相同 对不对 临到一样的患难 苦楚不一样 苦楚不一样 我们常常主持追思礼拜 我告诉各位 有的人说 哎呀你们主持这么多次追思礼拜 会不会有什么感 这个感觉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面对追思礼拜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都有苦楚啊 都有患难啊 可是苦楚不一样 可是苦楚不一样 一开始讲到的时候 我不是讲到的时候 我去探访那个家庭吗 那个姐妹就坐在 她先生的病床上 她的先生因为在做化学治疗 然后就医生给她打了 那个休息 就是睡觉的针 所以她觉得昏昏沉沉的 一下子醒了 跟我们讲几句话 然后眼皮很重 我又睡着了 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 这个姐妹所遭遇的苦 这个苦难患难 真的不小 为什么呢 她房子要让给别人 因为财务的关系 她房子要让给别人 她没有搬家 她要面对孩子的问题 她的孩子问她 她自己告诉我的 她说我的孩子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房子 自己没有住 要让别人住呢 她要回答孩子这个问题 她要照顾她的先生 跟照顾她的爸爸 她要面对许多的债权人 她要回答许多人的问题 她要面对弟兄姐妹的眼光 最主要的 我相信她要问为什么 她要问神说 为什么会这样 她要问神说 为什么这次领导我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在 面对这样患难的时候 能够不产生天大的苦楚呢 所以这个外在的患难很大 可是当我们跟那个姐妹 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说她有没有苦楚 她当然有苦楚嘛 怎么会没有苦楚呢 可是感谢主 我发现她的患难真的很大 可是苦楚不成比例 她能跟我们在一起 讲到难过 她还是很难过 可是她嘻嘻哈哈的 我不是说她故意逃避 她也不是内心起了一个防卫急转 心理学会这样解释 她内心起了一个防卫急转 所以把她转到别的高兴的事情上面 不是 因为问题没有解决 她也觉得很难过 可是神给她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她来到上帝的面前 她依靠她 然后她说一件事情 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教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几天都糟糕了 教会是什么样子 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教会在当我们产生患难的时候 发生这么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很多人来帮助她 很多人来帮助她 所以患难跟苦楚 不一定成这个比例的 当然也有人患难不是很大 可是对她却产生了很大的苦楚 有没有这种情况 患难客观的不大 可是伤害不大 可是她内心非常的痛苦 很多这种状况 很多这种状况 对她个人而言 她损失不是很严重 可是她会产生很大的苦楚 为什么这样 那是因为心的关系 那是因为内心的关系 人的心是很特别的设计 其实人的心并不客观的 表达出外在的刺激 外在的刺激临到人 人的心却不客观的 表达出外在的刺激 反而我们的心是 根据我们自己主观的判断 来反应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心 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心 有资料有偏差 所以它就表现出 不对称的苦楚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 非常看重某些特别的因素 所以就反射出 不对等的苦楚 所以患难跟苦楚 一个是外面 一个是里面 患难跟苦楚是患难来 你苦楚就表现出来 可是我们的心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患难临到我们 我们反应出来的苦楚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他对于别人 对他的误会非常在意 结果呢 别人对他有一点点的不同意见 其实不是针对他的 或者对他有一点不合理的看法 是不合理 他就非常痛苦 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要解释 他一定要澄清 因为这个外在的这件事情 他觉得不能忍受 他觉得太痛苦了 如果解释不来 或者他已经解释了 别人对 就是对他有偏见 他没有错 是别人错 他都很痛苦 痛苦一生 有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患难不大 痛苦很大 也有人 财务因为意外 有些损失 他就很痛苦 他对于财务的损失 非常的痛苦 以他的经济能力 这些财务的损失 客观上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也不是很大 可是他就是很痛苦 别人却他说没有关系了 这样不过九牛一毛嘛 对不对 你何必那么认真呢 他说不 他说我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做 就不会有这个损失 你看到没有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我们每个人痛苦不一样 患难的领导们 我们每个人痛苦不一样 他会想说 如果我当时怎么做 就不会这种结果 如果我当时不是那样做 就不仅没有损失 而且还要赚钱 你看 他损失不大 他内心的苦楚很大 他很痛苦 或许别人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如果我是他 我就不会这样 我们有时候笑他说 那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可是我告诉你 人人都有自讨苦吃的时候 你或许对钱你不太在意 你对民你就很在意 或许你对民不在意 可是你就对于别人 看你的眼神很在意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跑来找我 他跟我说 他叫个某某长老 看不起人 我说真的啊 我就跟他说 他怎么看不起你呢 他就说 我每次走到他的前面 他都不跟我打招呼 他都跟别人打招呼 后来我就说 我说好 我真的很抱歉 我说真是真是不好意思 我说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我就这样讲 他怎么不是故意的 都看到了 他不跟我打招呼 后来我就说 好好好 那我也不能说什么话 因为我总不能跟他说 他一定没看到你或怎么样 我就说好好好 我说很抱歉很抱歉 我就是跟他说你不要生气 都没有关系的 后来找到结婚 我就问了那个长老 我说某某长老啊 我说某某人你认不认得 他说不认得 不认得 他说不认得 那我就说 我说有一个 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某某人 你不认得他吗 他长得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不认得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下次看到他 我就跟他说 我下次跟你讲 那个人是谁 你看到他说 要跟他打招呼 那他就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是什么困难吗 我是因为他觉得 你没看他打招呼 他就跟我说 哎呀那真的很抱歉 我不是不跟他打招呼 我是在不认得他 而且我也不是故意不理他 你看 可是这个人很痛苦吧 这外在的客观 可能连患难都够不上 对不对 可是他很痛苦啊 他很痛苦啊 你就发觉 每一个人对于外来的刺激 我们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我们发现 患难跟苦楚 其实是不太成比例的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患难 你有没有苦楚 请问你的患难跟苦楚 差距有多大 你是没有患难很大苦楚呢 还是患难很大苦楚 却不多呢 其实患难跟苦楚 这件事情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 虽然理论上它成比例 有事之事 早就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患难跟苦楚 不一定是双生 所以虽然所有的宗教 都要解释外面患难的成因 患难怎么形成的 可是最主要的宗教 都在安抚人心 都在解决你 让人心可以平静 让人心可以心平气和的 去看待外来的患难 你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态度 这是所有宗教在做的 宗教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用一个合适的眼光 去看外来的患难 让你内心不要产生很大的苦楚 佛教就怎么说呢 他说一切一切外在的事情 都是幻象 并不真实的存在 所以外来的患难 并不真实的存在 并不真实的存在 那是幻象 另外一方面 他就告诉你因果关系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果的 那今天会有这个果 今天会有一个因 今天有个因 他就告诉你说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什么 是你今生所做的 做得不够好 那么来世就受报 所以他用一种解释的方法 来告诉你说 外面的患难是一回事 里面的痛苦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借着解释外面的患难 他就要解决你里面的痛苦 他们说 今天有很多的恶果 都是前世仲向的因 所以你应该受报 你应该心平气和 你应该理所当然 因为你前世造的孽 你有什么今世工作 不用还呢 他这样解释完了之后 如果你接受这个道理 请问你苦楚解决了没有 理论上解决了 你要解决 除非你脑筋就是说 我就是不接受这种 你不接受到他没办法 如果你接受这个道理 你的苦楚解决一大半 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个小孩子 很浪费 老一辈的台湾人 会说这个孩子怎么样 有没有人会讲他台语 说这个小孩子怎么样 脱贼 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脱贼 脱贼翻成我们一般中文 怎么说 讨债 讨债 我们说一个小孩子 很浪费 我们说他说讨债 为什么讨债呢 脱贼脱贼 你们这知道吗 这小孩子好浪费 就说他是脱贼 为什么让他讨债呢 因为我前世欠他的 他今次来讨债了 所以他就浪费 他不应该这样用的 他就浪费了 他就浪费了 另外台语说吵架 怎么讲 玩家 对不对 玩家不是打架 玩家是吵架 什么叫玩家 翻成中文我们怎么讲 冤家 冤家 所以为什么会吵架呢 因为我们前世是冤家 所以冤家 我们前世是冤家 所以今生我们就生来两个人来吵 这是因果关系 所以无论你从我们的整个的思考模式 在我们的幼女上面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看 倒一遍台湾人说 哎呀 偷贼啊 偷贼 其实他在安慰自己 你知道吗 他说 这个孩子不对 他浪费 起初的用意是说 哎呀 他是来讨债的 他是安慰 哎呀 其实是我欠他的了 虽然浪费没有关系 那但是当演变成 他就变成浪费 冤家也是这样啊 哎呀 如果你接受因果报应 如果你接受因果关系 那么外来的患难 对你来说 痛苦就减少 痛苦就减少 新时代运动 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了 新时代运动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是我们内心的痛苦很自然 很自然 他说外在的患难 内心的痛苦 是我们成长的原因 这个解决方法 跟佛教正好相反 他用正面积极的方法 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 说我们需要成长 所以外来的患难 内心的痛苦 是我们成长的原因 这点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我们也认为患难 叫我们成长 但是新时代运动的人 认为人一定可以 胜过内心的苦楚 因为我们是神 你今生不行 那么还有来世 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要积极面对 这个外来不利的情况 我们前世 还有一些 没有学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生来学 佛教不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前世 有一些的罪 有一些的苦 我们今生来受 他告诉我们 说新时代运动说 前世有一些 我们没有学会的事情 今生来学 其实意思是一样 方向却相反 对不对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后面那个 后面的时候 我们前面没有学会 所以我努力来学 努力来学 我 有一天我载两个 没有信 还没有信耶稣的 他们在读一本书 是新时代的书 新时代的书 他们就在读那种书 我因为载他们两位 我说书借我看一下 红灯形下来 我就翻一下 他一共有十个 十个Q&A 就是十个问题 然后十个解决 我一看完之后呢 你只要把这十个Q跟A 都能接受了 你就是新时代运动 全部进去了 十个 非常厉害啊 他们就说 哎呀这本书很好啊 然后另一个啊 是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啊 他就说 哎呀这本书好棒啊 他说我常常把一些话 写在我家的白板上面 他说有一天 他儿子回来 他就跟妈妈说 他刚才写了一些字嘛 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啊 他说你写了这个东西啊 写到成长 那成长这个词是 新时代运动最喜欢的 成长 他就说成长 他妈 他妈说 妈 他说成长是 早就是大家的共识 问题是 我们要长到什么地方去 同意吗 懂不懂啊 你说这个还是聪明不聪明 你清楚不清楚 谁不要成长啊 问题是长到什么地方去啊 你有目标吗 你要长到什么地方去吗 新时代运动说 有啊 我要长到 我要长到 我是神啊 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神 我们本来就是神 我们前世因为 还有一些没有学会的 所以我们今生来成长 我们靠外在的患难 来炼进我们这个人 以至有一天 我们可以成为神 这个从光明面 积极的角度来看患难 这个讲法给人很大的慌望 给人很大的动力 因此 内心的苦楚会减少 人因为要面对外来的患难 而且积极面对外来的患难 说这个患难会让我成长 我请问你 苦楚会不会减少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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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们都用佛教的方法 真的很棒 我会告诉你 如果以人的思想来说 那真的很棒 你要动员你全身的力量 去对抗这个外来的患难 而且叫我成长 每一次的苦 对我都是很大的好处 那这样我就可以变成神了 人因为要面对外来的患难 相对的花在内心痛苦的心思就少了 新时代运动 认为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他的苦难 有些人快一点 有些人慢一点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前两年 我就像一个人传福音 他遇到很大的苦难 遇到很大的苦难 后来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说 你有没有求助于宗教啊 因为他面对很大的苦难 我说你有没有求助于宗教 他说有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长老你竟然来了 你跟我讲讲基督教 是怎样的状况嘛 我就先跟他说说 我说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求助了几个宗教 我说那些宗教都不能帮助你吗 难道没有宗教可以帮助你吗 他说我早了 他说我不知道念了多少佛经 他说我企图平复内心的苦楚 可是有的时候平复了 有时候又上来 有时候平复了 有时候上来 他说我就打残期 他说我残期都打了多少次了 他说他也修新时代的课 他说但是没有用 他说他心里平静一下又上来 他说好像没有办法压下去 那到底圣经怎么看患难跟苦楚呢 那今天我们只看一贯 我们就好了 就是八到十一节 八到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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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读八到十一节好不好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面对患难跟苦楚 八到十一节 一起来读一杯 请 弟兄们 你们以祈祷吧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圣经从来没有否认某种程度的因果律 圣经从来没有否认 不用功的孩子成绩自然不会好 圣经上也这样讲 在职场上你努力总会有好的表现的 圣经上也这样认为 也这样认为 原则上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跟爱心会有回报的 这个因果律 这些因果律圣经是承认的 可是人生的事情不可以全部都用因果律来解释 这也是圣经有说的 不会用因果报应来解释所有的事情 你遭患难并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 你遭患难 你生病也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孽 那个生来是瞎子的 耶稣的门主就问耶稣说 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 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圣经也没有因为前世犯罪 而导致今生痛苦的记载 没有 所以佛教有一些看法是对的 可是圣经说不全然是这样 圣经也同意患难和苦楚 可以让我们成长 我好喜欢那句话 他说若非经得寒策苦 哪得梅花铺鼻香 哎呀这很激励我们啊 对呀 苦楚有时候让我们很好 雅各的儿子约瑟 如果不是经过很大的试炼 他不会成为很好的宰相 摩西如果不是经过年轻 中年的 在旷野里面的试炼 他根本没有能力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他如果不是有八十年的预备 他没有办法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 面对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患难 事实上 准确来说我们个人 根本是没有办法面对 所有的患难和苦楚 最近我替一个人施洗 我替一个人施洗 因为他的状况很特别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他个人施洗 他不是 他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大的 一起的施洗 施洗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 有能力 而且是面对所有事情的一个女性 他的今生过世 他一个人独立抚养孩子 而且抚养得非常的好 而且很有能力 他从来都不要靠别人的 而且他不仅不靠别人 他帮助别人 他很会帮助别人 但是他不肯受人的帮助 他施洗的时候 他做见证 他授洗的时候 他做见证 他说 他说人 一直以为 他说我自己 我自己以为 我能面对所有的事情 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 我就发觉 人不是这样 人不是这样 保罗在这边也这样讲 他描述 怎么样面对苦楚呢 第一 他说我们应当 倚靠上帝的大能 倚靠上帝大能 保罗是一个遭受患难很多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能忍受痛苦的人 他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 稍稍的提到 他为了传福音 面对了多少外来的患难 而这些患难 跟被误会和陷害 所造成的痛苦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但在这边他怎么说呢 在这边他说什么 第八节 他说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雅西亚 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生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 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保罗在这一边 他说他们在雅西亚遭遇苦难 这个苦难是外在实际的患难 外在实际的患难 不是保罗内心想出来的痛苦 而这一个苦难 连保罗自己都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 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 而且自己心里是断定必死的 这不仅是外在客观的环境 是如此 而保罗怎么说这个患难呢 他说我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其实这句话 指的是内心的状况 很多的时候 外在的患难 是很大很大很大 你知道保罗是 受过很大患难的人 如果你认识保罗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不太怕外在患难的人 他是个不太怕外在患难的人 他常常咬一咬牙就过去了 打就打嘛 近在海里就近在海里嘛 被人关在街里 一关好几年就关了好几年嘛 保罗是咬一咬牙就过了 可是这里是个苦楚的问题 他说我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弟兄姐妹 苦楚有的时候是说不出来的 你苦就像谁说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吗 有苦说不出 对不对 有苦说不出 苦楚很多时候是别人不能明白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 实在讲不出来 所以哀生汗气 是上帝给了很大的恩典 你知道吗 你还哀得出来呀 你可以哀生叹气 有的时候你苦到连哀生叹气都不会 那个苦是不能让人了解的 外在的患难临到我们 不一定造成我们内心的苦楚 可是当我们有内心的苦楚 内心的煎熬在啃视着我们的时候 那是很大的痛苦 保罗说他力不能生 他自己断定这次要死了 这次要死了 不是外在的痛苦 让他死而已 他内心都快要绝望了 他说 但保罗怎么样面对他的苦楚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我们来看第九节好不好 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预备 请自己心里必死的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感谢神 他说我们 第九节说 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我们有神 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靠的 我们不知道他如何 拿掉我们内心内在的苦楚 请注意听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 拿掉我们内在的苦楚 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移掉我们外在的患难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他一次又一次 领我们 面对外来的患难和内心的苦楚 这边说 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保罗在这边用一个描述的方法 来描述这一位 我们所倚靠的神 是一个怎么样有能力的神 他说叫死人复活 如果你明白这一段 你就会知道神的力量有多大 我相信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请问 他是想到神叫 谁从死里复活 耶稣 保罗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靠那个死人 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 他是想到神叫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也想到 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 叫谁复活 拉撒路 拉撒路死了几天了 好几天了嘛 对不对 三四天了嘛 你死了好几天了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也是死了三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全世界什么力量最大 什么力量最大 如果你仔细想过 你会明白 不是地震 我请问你地震的力量大不大 很恐怖耶 对不对 也不是开飞机 去撞双子金大厦的力量大 对不对 请问什么力量最大 甚至不是核子弹 爆发的力量大 这些都是摧毁的力量 真正最大的力量 是叫人从死里复活 你看过死亡吗 你看过死亡吗 如何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是什么力量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个不是人的力量 已经死了 怎么复活 我刚才说的 我常常主持这次礼拜 我常常主持 大概除了家属以外 就是我们这种主持这次礼拜的人 最靠近 我每一次都站在观目的旁边 从头站到尾 在 在 沾养鱼龙的时候 每一个人过去几秒钟 我站在那边十几分钟 我就在想说 这个人会不会活过来 什么力量让他活过来 他能不能活过来 我告诉他 他活过来 我不会吓死的 现在问题是 他怎么活得过来 什么力量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边提到 他所靠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有能力叫死人复活 当然就能够叫我们 枯稿的心恢复过来 他既然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 当然有能力叫 灰心人的安慰 他不一定拿掉 我们外来的患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靠过这位神 很多人说我不行了 我不能了 我没有办法面对了 这下子我做不下去了 你有没有靠过那位神 你有没有靠过那位 从死里复活的神 他不一定拿掉 我们外在的患难 可是他肯定能叫 我们内在的苦楚 减到最低 保罗又继续说 他曾经救我们 同龄上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而且我们指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他的意思是 这不是他的猜想 他靠这位神 不是他的猜想 是他的经验 不是他的期望 是他的经验 神曾经救过他 神现在要救他 神将来还要救他 所以弟兄们 我们可以自己 没有办法面对 未来患难 或现在患难 所带来内心的痛苦 可是我们可以 倚靠上帝的大能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第二 第二 接受他人的扶持 第二 接受他人的扶持 面对苦楚 保罗在这边提出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除了倚靠上帝的大能之外 第二 接受他人的扶持 我们来读第十一节 我们读十一节 我们读十一节 预备 请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 为我们谢恩 面对苦楚 我们常有的反应 是我自己来处理 其实因为有苦难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想麻烦别人 我们所遭遇的 别人不是很了解的 你到处跟人说 诉说你的苦楚 别人能怎么样呢 我们的苦楚 别人不能体会的 我请教各位 谁能了解破产的难过 我们当中 有谁破产过吗 破产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破产的感觉 是个错愕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没有人预估自己会破产 然后他破产 你听得懂 他一定有一个错愕 怎么会这样呢 虽然是渐渐变成的 或者一戏之间变成的 他说错愕 不会这个样子的 不应该这个样子 那里面还有羞怒 还有羞愧 还有愤怒 还有羞耻 还有疑问 还有恼怒 还有不安 还有逃避 那个痛苦怎么讲呢 还有许多莫名的情绪 我就跟谁说啊 谁能帮我的忙啊 我破产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家人 正在受极大生命的痛苦 身体的煎熬的时候 我常常在想 那个受苦的人真的很苦 对不对 生病的人 可是照顾的人苦不苦 照顾的人不苦 你一定没有照顾过人 我告诉你 我就知道我们家 有很多弟兄姐妹 他的家人一病 一病 就是几年 几十年 你知道那照顾的人多痛苦 所以我如果听到有人说 哎呀 他的谁过世了 在几天之内过世 我一方面我就会说 哎呀 他一定没有预备好 可是我一方面为他感谢神 他只有几天 你要不要试试看几年 那苦楚谁能够了解 我就找谁啊 如果别人也有这个经验 我们可以谈一谈 但是如果那个苦楚 别人都没有经验 我就找谁啊 真的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姐妹 突然遇见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就跑来找 突然遇到一些身体疾病的问题 就跑来找 夫妻不合的问题 工作的难处 都产生了极大的苦楚 别人不一定能够帮忙的 除了依靠上帝之外 我们会问说 我能做什么呢 保罗在这边提到 这个患难 这个苦楚 可以让别人知道 可以让别人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都自己担那个苦楚 可是保罗告诉我们 可以让别人知道 而且应该让别人知道 虽然别人不一定给我们太多的帮助 但是这是可以做的 这是可以做的 这是应该做的 保罗说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可见保罗让别人知道他的状况了 保罗让别人知道了 保罗是一个很能够面对的人 他说让别人知道 这些人也实际的以祈祷帮助他 祈祷帮助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做的还不止可以祈祷 虽然祈祷是最重要的 而且最有效的 许多弟兄姐妹可以做陪伴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可以给你一些扶持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要麻烦别人 我告诉你 没有人不麻烦别人的 没有人不麻烦别人的 你从出生就麻烦了别人 对不对 你以为你能不麻烦别人 他说我们这个人很独立 我们自己解决 不麻烦别人 我这个礼拜去看一个家庭 我去看个家庭 我每次说我要去看他 他就说你不要来 他说你太忙 我说我来看你 他就说你真的很忙 你先去忙别的 我就先去忙别的 一个月又一个月 一年又一年 好多年了 我每次说 他就说你不要来看我 你去看别的 我们很好 他不是拒绝我 他是说你去忙别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一定要来看你 他就说你千万不要来 他早上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千万不要来 我说我才不理你 我把电话刮了 我晚上我就去看他了 他说我们教会的一个 一个在我们教会 就过几十年的 看他 到了他家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我来看你 然后看你先生 他先生身体不好 根本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就在楼上 我就说我要上去看他 他说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刚刚换了尿布 臭死了 他说臭死了什么关系呢 他说你不要去看他 我说不要去看他 他说你不要去看他 后来我说我要上去了 他说你千万不要上去 我也不敢违逆他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知道一件事 我就跟那个妈妈说 我说如果他是我爸爸呢 我不知道你再看 对不对 我说 这个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爸爸 就是这个波波 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认得了 他像我爸爸一样 看我们跟我们也抱在一起 现在他生病了 不让我去看他 当然我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 可是我希望他能够知道一件事情 我如果可以坐在他的旁边 我如果能够握着他的手 我如果跟他讲几句话 他不让人家去看他 他一个人关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 保罗都没有这样啊 我们不必要这么刚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苦楚 苦楚的面对 一是倚靠上帝的大能 第二是接受他人的扶持 接受别人的扶持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扶持 如果你不是我们教的弟兄姐妹 就算了 如果是我们教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 当你发生患难的时候 当你有苦楚的时候 请你第一 倚靠上帝的大能 第二请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来看你 让我们来陪你 我们或许不太会讲话 或许我们讲话反而让你伤心 可是我们至少会祷告 我们来陪你 我们来看你 那一天 我在他们家磨了很久 我几次都跟他说我要上去了 那个妈妈就跟我说 你千万不要上去 我说那你再帮我问一次 你再帮我问一次 我说你再问那个波波 说那我们让我上去看他 他说你不用问了 我问过他了 他说不要 我在说不是不认识的人啊 是像爸爸一样的人啊 怎么不让我上去看他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倚靠上帝的大能 接受别人的扶持 是苦楚面对 保罗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指导我们的 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家人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向你先上感谢 在天上有你 在地上我们有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层次 压力 不等的患难 也产生了内在许多的苦楚 但是我们谢谢你 我们并不想解释怎么样 让我们的患难可以减少 我们也不想去 想苦楚给我们意义是什么 我们盼望在各样的患难跟痛苦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 和弟兄姐妹的扶持 就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接受 你来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弟兄姐妹 给我们的扶持 主啊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当中 还有一些有难处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木道的朋友 他们有一些更困难 更苦 他们不知道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的 主求你接纳他们今天早晨 在这边的祷告 主啊如果有机会 让我们来服侍 主啊盼望我们能够服侍 弟兄姐妹 以及我们亲爱的朋友 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